1月6日星期六 上午10点 香港幽坛委上主委真善录 点灯 耀拱 祭慈悲施施法会 1月7日星期日 地藏菩萨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 上午9点半至下午2点半 香港北角洋子津码头海上放生 1月9日星期二 念儒舍纳佛 大势至菩萨 持在处罪一千节 章心大地圣诞 下午2点半 香港北角陈树渠大礼堂 慈悲与智慧心灵讲座 1月11日星期日 电话圣台书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十万倍 晚上7点 新店台面港等乎合港者 电话电话 控理 理求一起白白五五 1月12日星期五 上午10点 家人发王室 将上帝总经 家主比潮度发挥 2月11日 控理 理数理三 九数数百 1月13日星期六 当公人生圣诞 上午8点半 方教比观港等 团书菩萨解发挥 联络电话 控理 理求五一 控三五五 并且十方大地圣诞 拥有前往参加 阿密陀佛 生命电视 让佛法环绕全世界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红发型 佛法是什么 是说明 宇宙间的一切真理 它可以是我们 远离 注重 苦能 它可以是我们 远离 注重 苦能 这一切真理 它可以令我们 心向时辰 而获得永恒不变的宽暖 Zither Harp 这真理 是什么 是万物深深呼吸的 自然发生 一切皆因缘缺而残忧 由因缘伤而消失 缘伤缘滅 就是真理的现象 当我们无从了这些人的发生 也就是放下 解脱之事 当我们无从了这生年的发生 也就是放下 解脱之事 停音乐 停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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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所以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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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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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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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切诸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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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傲慢 这样傲慢 这样贪财 我不跟你讲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翻过来 第三 菩萨菩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众生病 因为众生病 当如父母 当如父母 众生虽父家恶于我 我不应称 何以故众生不自在 烦恼所使故 大自多论 所以各位 结底下 méret ... 所以各位要求 Audi 仿佛 所有群盛 strict 要求神 所有 Our God 首先你要做一个决定 任何人 我爱我恨不认识的人 来伤害我 就像杀我 强奸我 把我皮 我都不会生气 不生秤心 不然你沒办法修雌 雅 一直�를永返恤而言不如太 Cool 像军 valuedsell ecu anyu ceux here at your face and 就像一只永远不会咬人的狗 那一只永远不会咬人的蛇 谁都给它挂在身上很快乐 所以如果你这个人还会报复 还会生气 那你就不是菩萨 所以菩萨首先 为了要让众生欢喜看到你 接近你 以无量节为众生修持心 所以就算被伤害被割 古时候说要死也不是画一刀死 这个人要三十二刀死 这个人要六十四片死 就是要割六十四片 要慢慢 还有一种叫斩腰死 一刀斩腰让你慢慢死 斩头可以马上死 斩腰呢很难死 哪一天你碰到这个状态的 那你还是不生气 还是不舍弃对吧 就像慈悲的母亲养育婴儿 虽然尿尿小便 撒在妈妈身上 妈妈因为深深的爱着对方 不会因为对方伤害你而生气 更粘敏 没关系 他不了解 敏其无知 因为对方不相信因果 所以才来做这个事情 你更要粘敏对方 但是你不能不跟他讲 有些人说 师父那个人这样做不好 不要理他 我说不行 我不出面 请一个讲话比较柔软 跟他讲一下 说这样子呢 哪里不圆满不如 这样就好了 但是你不能说不理他 但是有时候我亲自跟他讲 也不是不行 因为怕他一生气骂我 这样 对他骂我是不会怎么样 他会怎么样 因为我是出家人 除非我已经缺掉这个人 没有报复心 称赛心我会跟他讲 但有些人我知道 我已经事先知道 这个人骂起来很凶的 不能跟他说 但是对错 还是要让他知道 那你要换个人去说 所以 但是因为你敏其无知 所以菩萨对众生也是 还没有得圣道的 都是小孩子 那我们发心做菩萨 就应该有这个慈心 就像爸爸妈妈一样 众生虽然一直伤害你 那你不应该生气 为什么 因为众生不自在 众生心里面有烦恼 死得他不自在 叫烦恼死 有烦恼就会让你去造业 所以各位一定要做一个决定 那你才有受菩萨界的资格 八十八页 菩萨要念佛 怎么样达到念佛三昧呢 不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叫念佛三昧 而是你有悲悯心 你要进入念佛三昧 你内心还有称恨心 你怎么进入念佛三昧呢 所以你要进入念佛三昧 你没有贪嗔痴才可以 你要有这个决心 你有这个决心 调伏还没有断 但是透过念佛就把它给进化 可以 就像各位很痛 医生说我要给你打麻醉 然后可能给你按摩很痛 我可以忍 因为医生是帮助我 所以为了要达到不痛 所以医生在按摩很痛 然后打你很痛 打针很痛 你都要忍 因为你要忍 最后你才会不痛 所以那我们要做菩萨 那就不能够报复 所以而且各位要观想 慈心示众生 这个慈心示众生不是会用嘴巴讲 而是各位打坐的时候 在路边走 在公园走 你看了前面的那些人 老人走过来 小鸟松鼠 然后你就 你要用慈心看他 他是我的父亲 愿他快乐 你要这样一直用心 你不能说我不认识他 这两个年轻人 我们在佛堂拜拜 他们两个抱抱在那边谈恋爱 你要慈心对待他 先以慈心对待他 然后找机会再给他引导一下 你不能开口 那你就没有再修行 你伤害我 我也不会想这个事情 更深怜悯心 只是更加爱你而已 第六 佛子 菩萨摩赫萨见诸众生 造作恶业 受诸众苦 以示障古 不见佛 不文法 不试僧 便作试念 我当于彼诸恶道中 待诸众生受种种苦 令其解脱 菩萨如是受苦毒时 专更精勤 不舍 不必 不经 不不 不退 不缺 无有疲厌 何以故 如其所愿 绝欲 赫富 一切众生 令解脱 故 华言经 都率 宫中 祭赞品 所以你一定要看经典 如果你修学佛法 不看经典 特别这部华言经 你没看过 你说你在行菩萨道 实在有点骗人 所以释迦牟尼佛 成佛 第一件事情 就是对 有福报的天人 先讲这部华言经 华言经不是对人间讲的 那这部华言经 后来又 透过龙王菩萨的慈悲 藏在龙宫 福藏 释迦牟尼佛的福藏 等到龙树菩萨 才取出这部华言经 透过祖师大德的翻译讲解 所以这个太重要了 那你一看就知道 太重要 我当于彼恶道中 带诸众生受种种苦 令其解脱 每一个菩萨都这样发育 我替你下地狱十节 希望你以苦 他做错事 菩萨会带你下地狱 那你赶快去修行吧 去快乐吧 菩萨愿待众生受无量苦 菩萨不舍弃众生 所以各位 如果你要修菩提心 不要说 那我天天就在神团里面 就在寺庙 这样不好修 这样当然是一个追求知识 你要接触苦难 接触伤害 你比较容易发菩提心 比较有资粮 你不要去追求快乐的环境 快乐一下就好了 就像我说我要去菩提 三个礼拜就好了 然后不要住三年 我去菩提住三年 各位一定骂我 还到法师不慈悲 对不对 每天你干脆不要回来 因为大家经常在一起放生 师父不能太久 师父你去去就好 对吧 所以那你就说 那行菩萨道本来就如是 你不能舍弃母亲 所以各位菩萨叫佛子 佛子就是愿意受菩萨戒的 那这些有空性的大菩萨 看到众生做种种恶业 将来会受种种的痛苦 那以示占顾 那因为这样造了恶业 将来就看不到佛 听不到佛法 也根本没办法了解出家人 这个时候菩萨不但不舍弃 还做这个念头 我当对这些恶道 受苦众生 令我来替他受苦 让他解脱 所以菩萨当受众生痛苦的时候 菩萨如是受苦读时 更认真 转更惊情 不舍 不避 不惊 不不不退 不劝 无有疲倦怨反 何以故 如其所愿 因为做过菩萨就是我决心发誓 劫欲呵护一切众生 令其解脱 所有众生轮回苦 都背在你的肩上 就像整个地球都是你的责任 我要让所有众生 包括在地球内的一只小蚂蚁 法界里面的所有众生 都解脱乃至成佛 这才叫菩萨愿 那有这个愿 那所以我们要受菩萨祭 好 再念一个 来 第七 若悲心庄严 则为人中天 若人无悲心 事则常贫穷 若人柔软心 调服如真经 若悲在心中 此宝无穷尽 正法念处经 观天品 所以什么叫人中天 你是人中的天人 最高的 为什么 悲心庄严 庄严不是漂亮 不是有衣服 不是长得帅 而是慈悲最庄严 慈悲庄严的是人中天 若人无悲心 事则常贫穷 就算你身上穿的黄金 但是你没有悲心 那这个福报享受完也没有 这才是真正的法评 真正的贫穷 若人柔软心 调服如真经 这才叫真正的黄金 你这个人不会生气 不会抱负 你也不会起欲望 你能够调服内心 那你这个才是真正的黄金 所以在背着 心如黄金 身如乞丐 只要有慈悲就好了 只要有智慧 那才是我们的黄金 若背在心中 慈宝无穷尽 所以一个人不离开慈悲心 慈悲心就是他的心 就像我很喜欢看那个 有些西方国家的 耶稣 圣母玛利亚 他们又画了 心中有红色的放光 这个光 虽然是天主基督教 但是我觉得 这个画的方法不错 很多年轻人 看到这样就感动 对不对 感动 希望 就信耶稣 因为正在苦 谁能够给他一个方法呢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进入了 所以各位一定要表现 我们的慈悲心 虽然慈悲心在内心里面 表现在外表 调柔 庄严 那你的真正得宝的人 什么叫宝 你得到佛法的经药 但是各位回去把它好好读 这本书至少要读一年 要做到相应文实修 甚至开始去拿 整部大制度人来看 整部华严经来看 整部大波日经来看 整部华剧经来看 这样最好啦 第十 那各位读到这个经典 你要马上回光返照 而不是说 有道理有道理 跟你没关系 这很恐怖哦 有道理有道理 跟你产生关系 法律心 表现在日常生活 也劝人家这个道理 这个才叫文实修 还能够利益众生 所以人生难得 就像百年开花的忧谈花 今天我做人 哎呀 太有意义了 再来 如然难止 哇 今天做人 又能够碰到佛法 乃至执欲 佛菩萨的善知识 所以呢 就像忧婆花 又灭掉一样 所以我今天又能够做人 又能够碰到佛陀的正法 乃至碰到如火的善知识 三 清净法宝 我又看到波尔心经 华严经 听闻正法 难得见闻 我又听到了 就像眼睛瞎掉的千百年乌龟 然后一百年浮出来一次 居然整个大海 只有一个木头 上面有一个孔 它居然这个盲龟 可以头穿过这个木孔 这么样的难得 做一次人 所以我们做一次人 又能够听闻佛法 那就是像盲龟 碰到福墓一样 但是虽然如此 却我们这个生命 很刹那就变化死亡了 人命不停过于山水 人生了又死 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 所以各位你要觉得说 哎呀难得啊 所以为什么一日一夜八观再见 精进修行功德很大 超过人家 做了几百次皇帝的福报 所以超过一皇大帝的福报 第五 今日虽存 民以难保 今天我们虽然活着 难保你明天就不能修行了 所以迎合众心 另注恶法 所以各位不要放异 我们要思维佛法 要实践菩提心 要怎么样利益众生 第六 撞色不停 犹如奔马 我们虽然现在年轻健康 但是就像马一样 一下就过去了 跑得很快 没有什么好骄傲的 所以各位你不要说 我身材不错 我现在很健康 我现在有一点钱 这个跟那个都没关系 那个东西很愚痴的 很执着的 而身骄慢 不需要这么做 我们现在唯一的 哪怕生命剩下一秒钟 我们是为了实践佛法 为了慈悲众生而存在 不要有个人的想法 这个叫修行 修行是不好的念头 一直告诉你 我要怎么样 这个是应该有的念头 你要把它强迫调到这个念头 你不能随顺这个不好的念头 住在恶法里面 我要去干嘛 我要去干嘛 这个叫修行 如果一个人没有修行能力 他每天就被这个魔鬼拉走 被自己的烦恼魔鬼 好 我们念最后一句 就要休息了 休息完以后 我们要 还有要发发结缘品 还有 还有那个滴水功德 我们讲一下 第二 来 所以释迦牟尼佛自己跟大家说 我生于义 我就想我累劫累势 我这样想 从来没有对一只众生 乃至一个人生起想要伤害他 让他苦恼伤害他的想法 善男子 如我义者 就像我自己的想法 我宁可尽未来 既在无间地狱受无量苦 我也永远不会发起一个 生气的心 报复的心 嗔恨心 我对一只小蚊子 对一只小蚂蚁 维系众生 我从来没有 百千万节也没有 要生起一个脑海想 何况我真的去伤害对方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不管世界发生什么事情 不管你老公跟别的女人跑 不管你的哥哥抢走你的钱 不管别人怎么侮辱你 你要学佛 因为你是佛弟子 一点点的小事 就生气 就骂人 讲话不客气 那这个代表 你完全没有在修行 你完全没有在修行 没有什么好骄傲的 各位这个是戒律 所以各位 灵舍生命不起称惠心 好不好 这才叫佛弟子 你不能说 我怎么没听 我动作没听 你要有那个决心 你没有那个决心 你说你在修 大乘佛教菩萨道 那是骗人的 你不能等到那个状况来 才来翻脸 那我们只是佛教的寄生虫 这样而已 没有意义 所以你学会大乘佛教 你要觉得 生命的精髓 意义在哪里 断除 烦恼 贪嗔痴 生起大悲心 广结善缘 为力